梅西这小子如果反华的话 你还会不会喜欢他 梅西同学到香港踢球呢 不上场不解释 到了小日本呢二等残废呢秒变超人 好像很多人在骂了 也不差我一个 看待事物呢你要看本质的 首先梅西的俱乐部到香港踢球呢 宣传的是上场多少分钟 如果没上场的话 按照逻辑上来讲那肯定要赔偿的 如果没有赔偿的话那是不是压根 合同里面就没有这一条 是不是我们花大宣传了 作为商家不管大小 其实这个方面大家伙都是很擅长的 如果写明了梅西必须上场了 如果梅西没有上场 那表现就很耐人寻味了 他是个人行为还是被人安排了 其实你去看梅西的成长史的话 那就是个立志电影 又矮又挫 完了之后成为球王 但是呢不管他是个人行为 或者是被人安排的 他的行为我觉得都不值得被原谅 为什么呢那我告诉你 别人跑你家了 拿你钱他妈打你脸 怎么着啊 按照你们说的脚礼貌 还得说慢走 不送一路顺风 日他的祖宗 你干我 我就必须以我的方式干回去 虽然说了非吃你妈也没啥屌用 对我是个屌丝 非吃是个屌丝 但是我今天大年三十 我出视频了 我他妈不喜欢梅西 就因为他反华 顺便骂他几句 我屌丝怎么了 我就是这么不讲理 我就是这么无赖 我是谁 我非吃二货 爱自打地 一切反华的 在我眼里边 都不是他们好玩意儿 好了 大家伙新年快乐 爱你们